第1428集 穆飞神伸手半搂住她的肩 轻捏了捏 仿佛是在给她勇气和底气 她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天上孤星那种算命先生胡扯一通的瞎话 没有几句能够相信的 她都不在乎 江家就更不会放在心上了 她刚要开口 空荡地走到里面 就传来了一声给芸汐打气的声音 小芸汐啊 当我妹妹不要这么委屈吗 我妈就我一个儿子啊 多你一个天心小眉袄 不知道多让人极度羡慕恨哪 你犹豫个啥 二少 你会不知道吗 芸汐看着终于赶过来救产的家二户 她的命格 她不信她没有听说过 算命先生说的话 稍微说得不信 你觉得我会信 江城换抬手 揉了揉芸汐的脑袋 一副哥哥的架势 好了 你不用顾虑太多 我们家又不搞封建迷信 你不要有压力 芸汐转头看向 冲自己点点头的江夫人 她从未想过 上一世她求而不得的亲情母爱 这一世 还会有人送到她面前来 她本来早就不抱希望了 尤其是决定了 站在牧飞池身边以后 直到她也没有了母亲 她也就觉得此生 还能够享受母爱的心思了 没曾想 江夫人会愿意 收她做了干女儿 芸汐轻点了点头 算是硬了这事了 老爷子高兴地倾咳了一声 这可是件大喜事 老儿啊 等我病好了 好好准备个宴会 让所有人呢 都知道你们 收了个小女儿 这丫头啊 是我们家的恩人 可不能委屈她了 好的 爸 回头我叫人挑个好日子 好好准备准备 原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如今因为一个契机 挑起了念头 结局却是大家一致的期待 江夫人对芸汐 越看越满意 若不是少帅的心思毫不掩饰 她还真想带回家去 当儿媳妇呢 江二霍多了个妹妹 高兴地恨不得 双裤腰带上 带出去跟那群发小 显白显白 可穆三虽不乐意了 多了一层关系了 江家这会儿 压根就不想放人 憋屈的男人 只能默默地坐在边上 听着他们在 疗养院的客厅里 各种闲聊 芸汐时不时地 看向墨飞池那边 终于得空 朝家二货使了个眼色 跟江家夫妇和老爷子 起声告辞 从疗养院出来 芸汐突然伸手 挽上墨飞池的手肘 撒娇似的 在他手臂上蹭了蹭 一副讨好的模样 没办法呀 应付了江家 就只能暂时 呼对他一下了 少帅 你生气了吗 没有 傲娇的男人 低沉地回了两个字 满脸都写着 他大意很不爽 时间不早了 我们去吃火锅吧 今天真的好冷啊 吃完火锅了 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 宝贝 你是在主动地 跟我提约会吗 芸汐也不跟他矫情 该哄的时候 好好哄 该撒娇的时候 舍见的撒娇 嗯 对啊 你平时那么忙 都没有时间约会 换起你都一把年纪了 肯定不懂我们 小女孩子的喜好 那我只能不要 脸皮地主动一点了 木飞池顿了顿脚步 居高临下地看着 挽着自己手臂 撒娇耍赖的小妖精 她轻勾了勾唇 哼 还真是不要脸皮了 这种事情啊 应该男人主动 明白吗 芸汐任命地点了点头 明白 以后换你主动好了 不过 我不介意 你以后在别的地方 主动一点 说着 她凑到她耳边 轻笑着 一脸邪似地补了一句 床上的手 喔 我 想说 好 我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